欢迎大家来到奥地利格拉茨 Glas 虽然这里不是一个旅游的城市 但是它是一个重要的学术和工业城市 所以大家都可能会来到这里做学术交流 或者是聊生意的 就等我Testing My Crystal ad saga带大家去走街 지역 一再住地 不见地利益 如果有两日都有 realm的时间 建议大家可以买一张24小时 通用博物馆卡 这一张卡已经包含了6个博物馆 有3间在zip 是 belum开放的 那就因为这件事 所以不能进化冰气库 可我参观了艾根堡 它的造型灵感 是來自於宇宙天文的 如果你要看入面的大廳 就一定要參加他真人的導賞團 而大廳內 就不可以拍照 所以就變得更加珍貴 而另一個不可以錯過的景點 就是城堡山 上山的方法有四種 第一種就是挑戰自己 走二百六十級樓梯上去 第二種就是走斜路上去 又或者可以舒舒服服地坐纜車 坐電梯上去 至於下山 我就非常建議大家用下山的方法 比起很多主題公園的機動 又是更加刺激 接下來就會為大家介紹幾間餐廳 首先就是這個音樂廣場上的啤酒餐廳 它最出名的當然是自家製的啤酒 接著就是這間飲紅酒 吃炸雞很出名的Steer Style 它的牛扒也很好吃 最後就是這間越南餐廳 如果大家想吃得清淡一點 就可以來光顧它了 請我分享一下我這次住的酒店 Daniel Hotel 大家在火車站一走出來便會見到它 只要幾步路便到 等我們現在看看要多少步路 才可以去到Daniel Hotel 我們一走出火車站 在你的右邊便會見到它 還有一路邊便會見到它 最高的路邊便會見到它 太高的路邊便到它 只有160步便到這間酒店 大部份Grasse的景點在舊城區 而在Daniel Hotel走過去坐電車 也是幾步路 我們現在走到電車站 這兩個就是電車站 有一個小椅子 坐在這裡也挺舒服的 但是這裡的廁所到門 其實是跟它洗澡房共用的 所以其實有一個人去廁所 另一個人也很難洗澡 否則它的水就會噴下來 這間酒店很特別 有自家的洗頭水 還有身體液 我兩樣都用過 在奧地利酒店 很多都是用洗頭和洗澡二合一的鹼液 但這支自家品牌 就不會洗到皮膚很乾燥 還有頭髮很乾燥 我覺得是我住這麼多家裡最好的 而它的越護膚露 雖然不是很滋潤 但是它的味道也挺好 這間酒店其中一個好處 就是它的風筒 好多酒店的風筒 都是很弱雞的 但是Daniel Hotel這個風筒 是很強勁的 讓我試試給大家看 我從來沒有見過 酒店的風筒 是這麼有馬力的 晚上洗完頭 然後洗一會兒就已經乾了 很棒 看看這個洗澡房 真的很特別 大家有沒有發現 它是有玻璃的 給男友的角度 大家看看 當你快點進床的時候 人家洗澡就會見得很清楚 希望你們喜歡今次的旅程 支持一下我 給個讚 訂閱 還有開啟鈴 拜拜